欢迎大家进场 今天是9月30日 本频道会为大家报告 今个星期的重点新闻 和政府有什么新政策推出 有什么旧的政策会改 首先跟大家报告的是 本港的住宅按揭 在8月是减少了3.9% 本港局公布在8月新批出的 住宅按揭贷款额385亿元 按揭减少了3.9% 其中一手市场交易批出的贷款 69亿元就减少了6.7% 而二手市场交易批出的贷款 193亿元就减少了11.1% 转按交易批出贷款增加12.1% 至124亿元 接下来是关于8月的零售业 它临时估计是286亿元 如果按年计是跌了0.1% 扣除了价格变动 它其实它的总消货数量 的临时估计是按年跌了2.9% 8月零售业总消货价值之中 网上销售是9.1% 相关销售价值 临时估计是26亿元 按年升了21.3% 接下来是关于政府的赤字 政府首五个月 录得赤字1830亿元 在本年首五个月的开支是3192亿元 收入是1162亿元 政府发行的绿色债券所得是200亿元 收入之后录得赤字是1830亿元 政府表示录得赤字 主要是因为新款税和利得税的主要收入 在财政年度后期才收入 所以未计入 而截至8月底 财政储备是7742亿元 政府在10月19日 将会将一行命令 是税务命令 实施税收协定相关措施 以防止侵食税基 及转移利润的多边公约 提交立法会 按先订立后审议的程序审议 这是什么议案呢? 我们很多次听到人们 去注册在柱里岛 议案是防止人们 将利润主源到一个很少 或者没有经济活动 或者低税率 或者没有税率的地方 去避税 接下来说说香港8月份的出口 8月份香港整体出口 按年跌了14.3% 而进口就跌了16.3% 绿德有形的贸易产差 是133亿元 相等于商品进口货值3.4% 8月份商品整体出口货值 是3719亿元 而进口货值是3851亿元 再来说关于外融最低工资 外融最低工资 外融最低工资将调高2.2% 由现在的4,630元 增加到4,730元 而他们的膳食 将会增加到23元 去到每个月不少于1,196元 而新规定的最低工资和膳食 津贴签署的外融合约 不需要改 但仍然可以在下个月28日或之前 交去人民入境事务处处理 接着医管局对于探病 有新安排 26间公立医院 非紧急病房和部门 在9月30日 会有新安排 可以准备两名人士 但是要登记 以及要预约 可以安排一次性的一小时探访 但是有条件 是给感染较低的病人 什么感染较低的病人 包括60岁以下的病人 或者60岁以上 已经接种了2剂新冠疫苗的病人 或者已经感染过 但是已经接种了最少1剂新冠疫苗的病人 但是探访的人 在探访前要提供48小时内的核酸测试 陰性结果才是符合资格的 最后一段新闻大家要注意 根据警方资料 直到现在有7名私家医生 涉嫌冷发新冠疫苗 接种医学豁免证明书 以涉及警方的拘捕行动 部分案件已经进入了司法程序 政府今天公布 所有由相关私家医生 签法的医学豁免证明书 不会接纳 在10月12日 便会生效 而市民如果持有7名医生 签法的医学豁免证明书 便可以按需要咨询其他医生 而确定是否适合接种新冠疫苗 或者可以继续获得医学豁免 考虑到相关市民可能需要时间咨询医生 由该7名私家医生签法的医学豁免证明书 便将在10月12日起视为无效 政府亦要提醒市民 明知而使用虚假文书 可能触犯刑事罪行条例 如果一经定罪 最高刑罚是监禁14年 好了,这个星期的香港重点新闻 就播到这里为止 如果你们喜欢 希望你们可以订阅和关注我的频道 我会搜罗多些资料 和大家报道那星期的重点新闻